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節要講的 是中國大陸 和防疫相關的事項 這次要講的 是蓮花清溫 一個地方 不接受人民的監察 到最後 無論是 幾大件事 甚至乎 付出性命作為代價 請問一個人 除了生命之外 還有甚麼東西更加珍貴呢 好了 連一條命都沒有了 都不可以對 社會裏面 有問題的東西提出指控 甚麼時候才可以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當然 指控那個人 當然不是真的死了那個人 死者不懂指控 這節要講的 是內地 有網民 而這個網民 並不是lowbody 在這個 副告裏面 提及蓮花清溫 居然立即收律師信 真的很好笑 中國大陸 一個完全不講法律的地方 出律師信給人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繼續按閃電鍵 再提一次大家 我們1月28日的網聚 快到了 還有 一個半星期 真的沒有位了 為甚麼呢 因為站位 我們怕 就是有一些 外國的 朋友來到 就沒有位置坐 也擔心他們可能是遲來 雖然我們很多 自己人 香港人可能覺得都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時間太長 要一直站也挺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將就 可能我們現在擺不到 那個報名的人數的座位在現場 可能大家 真的分享一下 或者我們真的直地而坐 還要用走廊位 我們這次的網聚目標 也是要建立一個 地區的力量 當然我們不是全部住在這個地區 但是 可以借一點點力 借一下大家的力量 告訴本地人知道 香港人夠團結 香港人有凝聚力 這個信息是重要的 我們也會再抽一部分時間出來 再討論在英國的哪些地方 發展 例如這個黑池本身 我們也 想有一個發展的計劃 這個路徑就是地區的力量路徑 不是純粹去求職的路徑 如果香港人發展自己的業務 發展自己的產業 始終跟你去 大城市找工作 是兩件不相同的事 中國大陸來英國的華人 他們可以發展成為在地區的商會 雖然他們主要做的業務都是 中式超級市場 以及中式餐廳為主 但是這件事香港人一樣可以做 只是做飲食 生產 超級市場 香港人一樣可以做到 變成商家 變成甚至乎商團 和大家去大城市純粹是上班 當然上班不是說沒用 但是那個影響力 其實是不相同的 所以如果我們以猶太人作為目標的話 以以色列建國作為目標 其實應該是一定要發展香港人自己的產業 大家都知道其實每一種生意 就算你做零售也好 做餐飲也好 一定是有一個地區性的 香港 這件事是不明顯的 香港不明顯的原因 因為香港 小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香港小 當那個地域是更加大的時候 例如一個廣東省 你就知道無論你做多大生意也好 地區 你在哪些地方 擺你的點 一定是有地區區域性劃分的 所以在英國 情況也是類似 其實 不同城市之間 已經完全是等於不同的地域 所以 跟香港的空間是不同的 雖然很多地方 那些小的城市的人口比較稀疏 但是 就使得小生意容易了做 因為相對的成本 低了 我們昔日的香港城的概念 其實也是沒有 停止過 現在尤其是有這樣的創造條件 因為真的有很多香港人過來 絕對可以發展出一些商業街 是以香港作為特色的 其實只是做香港的茶餐廳 已經 有足夠吸引力 好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先說到蓮花清溫 要討論那些事項 真的有一段時間都說不完 所以我們也想在這次 聚會裏面有一部分說這件事 因為 這件事跟香港人的未來有關 跟香港的未來有關 跟可能潛在的光復也有關 其實英國人真的給了很多啟示 因為英國人 就這樣看回香港保衛戰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很多有社會地位 有身家 的英國人 上了年紀 他們一樣是照上前線 其實 雖然我不是叫大家去上前線 但是 他們一樣有尚武精神 這個真的很難得 可能跟我們的訓練有關 香港是一個新嬌肉貴的大城市 訓練到大家 一定是會 覺得害怕 我早前跟大家說 這個超級市場的故事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可樂放得那麼高 打到人怎麼辦 誰賠 但是如果 換了在軍營裏面 你的長官 不要叫長官 想起李燦森 你阿sir把那些可樂打到很高 叫你搬下來 你會不會第一時間投訴說這樣很危險呢 在軍營裏面 就變得很可笑這件事 但是可樂 本身沒有任何改變 換句話說 觀點和角度 改變了眼界 看東西就不相同了 我們回來研究 蓮花清溫 這個跟副告有關 內地在流行大量的副告 甚麼原因呢 副告因為有大量的人離世 離世是甚麼原因 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 由你中共引起 的風波 向你投訴 還要向你申請 中國大陸就是想做這件事 罪行來自他 你對他指控 不行 其實現在 中國內地的人民 正正是中了社會主義鐵權 而今次中這個鐵權相當之嚴重 內地這個是微博用戶 叫做聶聖哲 2023 在6日的時候 發佈附文 發佈這個通告 說收到 蓮花清溫的生產商 以領若葉向他發出律師信 說這個帳戶聶哲在新浪微博平台 以及 微信朋友圈 詆毀 主持人 名譽 鄭仲智涵 事源在12月22日的時候 當時 微博 發了一份副告 副告的內容說 四川大學的校友 王剛同志 因為 眾所周知 的重感冒就去世 大家知道 他的原因是什麼 12月大爆發 重感冒 連新官兩個字都不能提 39歲 離世 不是老人家 臨終的時候 還繼續 發朋友圈 繼續上載蓮花清溫膠囊的照片 微博的內容說 我們已經將王某 去世之前 手握著蓮花清溫膠囊的圖片 發比 就是中南山 感謝他們 為這個 四川大學校有的健康 作出 卓越貢獻 好了 沒有任何東西 有任何問題 四川大學校有 重感冒 臨終之前還在吃蓮花清溫 然後 這個照片向中南山 發佈 感謝他的貢獻 有哪一個部分 是犯錯的 全部都是事實來的 全部都是事實 還可以詆毀 你看看多荒謬 他們的 治下的中國大陸 香港就是這樣 有條罪名 叫做 你知道的 你明知的 你心裡有數 居心叵測 當一個罪名 可以叫做 你知道 的時候 其實還用不需要法律呢 這些還是法律來的 罪名叫甚麼 你知道 你心知肚明 律師信說他 用 蛙虎的方式 侵犯中南山 蛙虎的方法 從來都不是罪行來的 很簡單幾個問題 就算去到最高標準 這個叫王剛 王某人 是不是釘了 他是釘了 臨終之前 還發 朋友圈 發蓮花清溫的照片 是不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那麼中南山有哪部分 他們夠膽 出來大大力宣傳某一種藥物 跟這個 某一種病毒 的醫治功能有關 但是人家發佈 一個 病患 臨終之前拿著某一種藥物 這個事實 就是詆毀 你說多好笑 什麼時候詆毀疫苗 有大量這樣的案件 打完之後就躺下 打完之後 就離世 中間當然是雙隔時間 現在也沒有人說你吃完蓮花清溫 就蓋棋 中間 你可以說是沒有關的 根本也沒有說過跟蓮花清溫有關 現在是說 吃完蓮花清溫 似乎也沒有用 其實這個信息 也沒有 說要感謝你 對這個健康的貢獻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在賺你 可能他臨終之前吃完蓮花清溫 很開心 中國大陸 夠膽 高高舉起某種藥物對某個病毒 有效 說是神藥 但是 人家 向你感謝的時候 在副告裏面 感謝你 發的照片給你 這也是詆毀 你用這個邏輯 想想還有甚麼 有甚麼 不是詆毀 還有甚麼不是尋釁之事 還有甚麼不是違反國家安全 真的好像鄭雁雄所說 為甚麼 英美利益不可以觸碰 我就是要觸碰英美利益 怎樣觸碰 說你犯法 怎樣犯法 你心知肚明 即是甚麼時候會被你抓 不用問了 你心知肚明 這個地方 心知肚明 我真的走了 錢人也走了 我心知肚明了那麼久 這個帳戶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 平民來的 這個也是有小小社會地位的人來的 這個 是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的主席來的 叫做 徒行 徒行之研究會的副會長 研究領域有這個 化學 材料科學 住宅學 建築學 文化理論 文化傳媒 換句話說這次 那個解封 跟著疫情大爆發 地圖炮 在北京 在很多 大城市裏面 有很多 有社會地位的人 通通 紛紛中招 你夠膽大力 去推廣 抗疫辰藥 不夠膽接受 抗疫辰藥 無效的事實 現在不是說你無效的事實 事實說明一切 中國大陸 中鐵拳 但是鐵拳 打得還未夠深 所以 還是要一點時間 我們就幫他想不到那麼多 我們最重要是 做好自己那份 中國內地的人 跟我們的分別在於 如果他們真的 接受了 政權有問題 他們那個反抗 那個力度 是大過我們 這個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 事實上他們夠膽 向權貴 發炮 程度 也是高於我們 大前提系 大前提系一定要有 流通的資訊才可以 所以中國大陸 為甚麼有那麼多 金盾工程 防火牆 因為如果內地的資訊稍為流通 中國大陸 一定控制不住的局面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